餐桌上必备的29道花样美食 好吃到转圈圈 第一道 记住了如果家里有腰不好 那一定要多给他喝这个猪尾汤 吃过的都知道好处多多 5块1根的猪尾多成块 冷水下锅 加高度白酒去腥增腥 煮出血沫 捞出清洗干净 放入砂锅 切记不要先放盐 盐会让胶原蛋白加速凝固 炖出来汤不浓白 中途千万也别加水 水要一次性加足 否则会有腥味 炖猪尾汤一定要放小茴香 能更好地激发出猪尾的香味 还要放山楂 能软化肉质 最后必须放白纸 能有效去除腥味 小茴香 山楂白纸都在这个料包里 每次一包 香味瞬间就提上来了 扣盖小火炖50分钟 调味加盐 胡椒粉 撒上葱花 枸杞即可 这样做的猪尾汤 汤鲜味美 营养丰富 你也赶紧试试吧 第二道 活了80年才知道 把土豆和火腿肠上锅蒸 一蒸出锅 就是一道 看小孩都抢着吃的人间美味 看一眼就能学会 建议收藏哦 树上的土豆切成小块 火腿肠也切成块 接着把切好的土豆放进蒸锅中 盖上盖子 大火蒸8分钟 蒸好的土豆放进锅中 放上切好的香肠 大火翻炒均匀 这土豆表皮焦黄 好吃的关键就撒上这个椒盐粉 撒上黑色的芝麻 30粒葱花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土豆焦香酥脆 真的特别好吃 喜欢您就点个赞收藏做起来吧 以后山药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么做 营养又美味 平常挑食的小朋友都会抢着吃 首先用山药把不纹刀先切成片 再切成狼牙条 用这个不纹刀切一些瓜 果蔬菜都非常的漂亮 水开倒入山药 加一勺白醋 这样煮出来的山药不会发黑 吃起来更加的脆爽 烫熟后捞出备用 西兰花切碎 油热倒入山药 放入西兰花调味 加盐鸡精 大火翻炒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炒山药营养美味 孩子超爱吃 你也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 第四道 家孩子喜欢吃卤牛肉 但我从来不去外面买 因为做法实在是太简单了 首先把18亿斤的牛腱子冷水下锅 加少许高度白酒 水开把浮沫撇干净 捞出备用 砂锅烧水 放大号葱姜盐鸡精老冰糖 半勺老抽生抽 一大勺黄豆酱 放入牛肉 去腥增性的关键就是放一包 这个味瞬间就上来了 小火卤一个小时 这样卤的牛肉软烂入味 太好吃了 喜欢就收藏 做起来吧 第五道 孩子想吃糖醋里脊 外面买的怕不干净 自己在家做真的很简单 首先里脊肉切成均匀的细条 再切厚片 加盐胡椒粉 料酒 一个鸡蛋黄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再放入两勺玉米淀粉 适量清水 抓拌均匀 再放入半勺食用油 抓拌均匀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 即可捞出 锅留底油 倒入一袋糖醋汁 熬至粘稠 其他泡倒入炸好的里脊肉 大火翻炒均匀 最后撒上白芝麻 即可出锅 酸甜酥脆 孩子超爱吃 你也赶紧安排起来吧 第六道 如果你老公总是为了下酒菜发愁 那你就试试这道椒盐鸡针吧 椒香酥脆 特别好吃 八块钱一斤的鸡针 把刀切成两半 再切成四半倒入 拌均倾倒啤酒泡一下 啤酒能软化肉质 还能去腥增腥 然后加上葱姜丝 生抽蚝油 淀粉抓匀腌制五分钟 然后油温六成热下锅炸 重火慢炸八分钟 炸至鸡针金黄酥脆捞出 锅里炒香大蒜末 把鸡针下锅 放上辣椒和原葱末 放一包蒜香椒盐粉 快速地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椒香酥脆 特别好吃 喜欢你也试试吧 第七道 蒸的奶香小馒头 浓浓的奶香味 孩子一口一口 可爱吃了 面粉里少加点烧尽发酵 想要面发得又好又快 就用这个耐高糖酵母粉 加入250克纯牛奶 先搅成面絮 再揉成光滑的面团 不用发面 直接搓成长条 切分成等分的面剂子 做好以后摆入蒸屉 醒发到体积变大变轻 水开上锅蒸十分钟 再焖两分钟即可 蓬松轩软 喜欢收藏是做吧 第八道 万万没想到 豆腐在水里溢注 浇上热花椒油能这样好吃 锅中加水 加一勺盐 这豆腐咱们掰成大块 为什么掰得比切得好吃呢 有没有大神告诉我 小伙慢慢煮 开锅孤独它一千次 等煮成蜂窝状 咱们就可以捞出来了 浇上蒸鱼饰油 然后放上青红椒丝 葱丝用这热花椒油一浇 小味搜一下就上来了 第九道 真是没有想到 鲜玉米加鸡蛋 还能这么好喝 别总是煮着吃了 捡回来的鲜玉米 包去皮 然后把玉米粒切下来 然后再剁一下 不要剁太碎了 剁成有颗粒状 然后锅中加水 倒入剁好的玉米粒 加白糖 等开锅后 把浮沫打去 把玉米煮软后 淋入水淀粉 等待开锅后 淋入一个鸡蛋 怎么样是不是挺简单 玉米的香甜真不错 我是无效片段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第十道 那你就试试 这个白萝卜炒豆芽吧 黄豆芽倒入开水中煮熟 再倒入白萝卜 一开锅就可以捞出来了 谢谢花椒辣椒 呛锅炒香 炒香后 放入蚝油 倒入豆嘴白萝卜 加盐和生抽 来点老抽上色 翻炒均匀 出锅的时候 撒上小葱段 怎么样 是不是又学会一道家常美食 第十一道 真是没有想到 茄子还能做糊饼 你吃过吗 茄子先切丝 再切成小丁 放入盆里 加入火腿丁 小葱花 加盐和五香粉 打入两个正经的母鸡蛋 再加一勺面粉 搅拌均匀 起锅烧油 倒入调好的糊 然后铺平 铺均匀轻轻晃动锅 煎至两面金黄酥脆 真不错 赶紧回家试试吧 第十二道 往米里一到 瞬间就一道美食 有菜又有饭 我吃了两碗 主要是简单 一碗米饭 两碗清水 倒入电饭包里 把米铺平 倒入腊肠 胡萝卜 红豆 土豆 玉米粒 两勺蚝油 一勺番茄酱 来点盐 一勺生抽 再来点老抽调色 一点白糖 一起搅拌均匀 把料汁倒入锅中 盖上锅盖 按上蒸饭就行了 熟了再焖几分钟 真香啊真不错 第十三道 在我们河北 有一道名菜 叫过年菜 好多人都冲着 这倒菜来的 啄啄必点 这倒菜放的蒜 必须有讲究 炸出来的蒜末 才有味道 熟的豆角 烫好的黄豆芽粉条 和木耳 加入蒜末和盐 半勺生抽 一勺陈醋 半勺辣椒油 再点上香油 放点香菜 酸辣清 真不错 赶紧回家试试看吧 第十四道 水煮花生米都爱吃 你真的做对了吗 你煮的花生米 是不是吃起来没有味道 花生米提前泡一夜 等煮的 时候好煮熟 泡开的花生米 胖胖的 锅中加入葱姜大料 倒入花生米 来上一勺盐 喜欢吃软的 多煮会 煮好的花生米 倒入盆里 自然放凉 这样更好的泡入味道 把配菜 放入锅中烫一下 然后捞出来头凉 然后放入花生米里 少来一点盐 最后浇上热的花椒油 这次你学会了吗 第十五道 都告诉你 丝瓜怎么炒绿 但是有人告诉你 怎么选丝瓜吗 炒丝瓜放白酒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丝瓜咱们选这种有棱的 学名广东丝瓜 不要选那种圆的 切好的丝瓜 放清水里浸泡两分钟 再少来点盐 家里面去掉清除味 然后轻轻地攥掉水分 起锅烧油 放入拍好的蒜炒出香味 倒入丝瓜 少来点盐 烹入白酒 白酒可以保持丝瓜翠绿 炒别的素菜也可以放 然后来点水淀粉勾芡 简单好吃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第十六道 年夜饭的餐桌上 不能总是大鱼大肉 试试这个凉拌粉丝 爽口又开胃 水开放入粉丝 超烫两分钟 捞出来过冷水 碗中放葱花 蒜末 白芝麻 辣椒面淋上热油 再放盐 生鲜鲜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小米辣 蚝油 芝麻油 调个半啥都好吃的料汁 头凉的粉丝里 放超过水的菠菜 胡萝卜丝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抓拌均匀即可 酸辣爽口 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十七道 别看这鱼模样长得丑 做出来却非常好吃 用手指捏住它的眼睛 先把这口锋利的牙齿剪掉 然后给它开膛破肚 把鱼干和鱼肚先取出来 这个鱼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安康鱼 祝所有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 平安健康 洗净后给它剁成大大的小块 水开加葱姜料酒 放入剁好的鱼块 超烫两三分钟 能有效的去腥 油热放两片五花肉煸炒出油 再放葱姜蒜干辣椒炒出香味 加一勺皮线豆瓣酱 两勺黄豆酱 继续炒香后 放入超过水的鱼块 趁热烹入一勺陈醋 拌瓶喝剩的啤酒去腥增香 加入和鱼持瓶的水调味 加盐鸡精 胡椒粉 老抽 煮开后再放鱼干 千滚豆腐万滚鱼 盖盖炖半个小时 最后撒上香菜段 就可以出锅了 第十八道 年夜饭的餐桌上 做一道这大小朋友都喜欢的菠萝 古老肉酸甜爽口 特别好吃 切好的肉块 加盐胡椒粉料酒 一个蛋黄 一大勺淀粉 抓拌均匀 让每块都裹上面糊 然后再加一勺食用油 这样炸的时候 不会粘连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 就可以捞出来了 锅留底油 先放菠萝炒出香味 再倒一包糖醋汁 烧至冒泡后 放入炸好的里脊肉和青红椒 大火翻炒均匀以后 就可以出锅了 第十九道 你听我说 马上就过年了 年夜饭做一道这样的萝卜 丸子比肉丸子还好吃 准备白萝卜丝 搭配点胡萝卜丝 撒上盐 拌匀腌制20分钟 一定要挤干水分 再加两毛钱肉末 两个刚刚下的蛋 葱姜盐和花椒粉 再倒入一包小酥肉粉 搅成我这个样子 就一块搓成丸子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浮起即可 这样做的萝卜丸子 外酥里嫩 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二十道 又到了吃冬笋的季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江浙湖地区 人人都爱吃的一道菜 嘟嘟鲜 首先把咸肉切成麻将大小的块 窝笋和冬笋切成滚刀块备用 切好的咸肉冷水下锅 有条件的加两块小排骨 能让汤更鲜美 都知道冬笋好吃 切记一定要煮两分钟 否则吃起来有苦涩味 锅中油热 下入咸肉和排骨 小火煸炒至两面金黄 这样吃起来香而不腻 然后加葱姜 一定要加入开水 汤才会浓白 盖上盖子 中小火炖30分钟 下入煮熟的冬笋 窝笋百叶节 扣盖继续炖10分钟出锅 只需要加适量的盐 鸡精调味即可 这样做的嘟嘟鲜 非常的好喝 用汤来泡米饭 三碗都不够吃 快点炖一锅 给家人尝尝吧 第21道 芋头丝蒸肉末 寓意金玉满糖 首先把芋头切成丝 加入少许的盐 抓拌均匀 摆入盘中 有条件的可以多放点肉末炒香 倒入葱白 加入蚝油生抽 少许老抽调色 小米辣煸炒出香味 铺在芋头丝上面 上锅蒸15分钟 撒上葱花 淋上热油激发香味 这样蒸出来的芋头丝 又是一道下饭菜 第22道 马上要过年了 做这道八宝年糕 寓意着好运年 年糕加入350克糯米粉 30克白糖 放自己喜欢吃的8种果干 200克清水 活成团 碗中刷油 放入八宝糯米 抹平压实 水开上锅蒸40分钟 放凉后切成小块 就可以开吃了 我知道你一定没有吃过八宝年糕 赶紧收藏 过年做给家人吃吧 第23道 眼瞅着到冬天 这个黄豆焖猪蹄 你一定要学会 软烂入味 超级好吃 猪脚冷水下锅 放橘子皮 姜片料酒焯水 猪蹄不但没有腥味 反而有一股清香 油热把猪蹄炒至微黄 加入葱段姜片干辣椒 泡好的黄豆 用它做黄焖鸡都很好吃 再倒入半瓶啤酒和自来水 扣上盖子焖一个小时以上 出锅了真的太好吃了 第24道 饭店里68元一份的 咸蛋黄焗南瓜 其实在家也能做 首先南瓜切条 一定要用开水超烫30秒 这样才能使南瓜 更好的裹上生粉 五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后 捞出备用 好吃的关键 就是两勺海鸦咸蛋黄酱 小火炒至冒泡泡 倒入炸好的南瓜 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 外脆里嫩 孩子们抢着吃 第25道 你一定要记住 以后你要是想吃卤水猪大肠 就像我这样做 真的是越吃越想吃 锅中放入超好水的猪大肠 葱姜蒜 盐 生抽 老抽 蚝油 黄豆酱 几颗冰糖 和一包含有14种香料的卤料包 扣上盖中小火卤19分钟 出锅前大火收浓汤汁 捞出后再用平底锅煎一下表皮 有点焦香感 更加的好吃 哇塞 真的太香了 喜欢的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26道 你一定要记住 鸡翅不要总是可乐了 你试试这个黄焖鸡翅吧 还没上桌就被抢光 改好刀的鸡翅下锅 煎至八面金黄 这样煮出来会更香放 放入土豆 胡萝卜玉米 还有姜蒜 只需要加入一包超好吃的黄焖酱 喝一碗清水 扣上盖炖19分钟 最后放青红椒即可 哇塞 真的太香了 第27道 我是万万没想到香菇还能这样做 家里来客的时候 做上一盘 又酥又脆 肉末加葱姜 盐 鸡精 胡椒粉 蚝油 打入一个公鸡蛋 搅拌均匀 肉馅就调好了 香菇去地 再酿入调好的肉馅 适不适非常的简单 碗中倒入一包小酥肉粉 加适量的清水 调成能拉丝的状态 再放点食用油 更加的酥脆 然后将香菇裹上面糊 六成油温下锅 保持中火炸五分钟左右 像这样炸到金黄酥脆即可 这样炸的香菇外酥里嫩 孩子们都喜欢吃 第28道 吃萝卜的季节到了 以后你要是想吃腌萝卜 你就像我这样做 比饭店的还好吃 先将洗净的白萝卜去头去尾 一切两半 斜刀切成薄片 加炒菜两倍的盐 腌制半个小时 杀出水分 千万不要用水清洗 把水分挤干 这样吃个半年都不会坏 加点姜蒜片和青红辣椒 再来一点花椒粒 泼一勺热油调味 加生抽 老抽 香醋 白糖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即 这样做的腌萝卜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学会的记得点赞收藏哦 非常感谢 第29道 正是吃梭子蟹的季节 学会这道 咸蛋黄菊梭梭梭梭 鲜香美味 孩子们超爱吃 先将十块一斤的梭子蟹 去壳后对拌 剪开 然后均匀地撒上一层玉米淀粉 油热下锅 开中小火拼命地煎 煎至金黄酥脆后 捞出备用 锅留底油 倒入两勺咸蛋黄酱 小火炒至冒泡后 倒入螃蟹翻炒几下 让咸蛋黄的香味 充分地包裹着螃蟹的鲜味 一上桌 小孩子们抢着吃